大家好 欢迎收听声展财富管理洞察播客The Voice 每星期我们会聚焦金融市场 直击热门话题 我们将注意力放在中资献商行业 由于投资者情绪受挫 2022年中资献商经纪业务普遍承压 但我们相信该行业有望于2023年 启动新一轮的上升周期 随着中共二十大重新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策略 我们预计未来将有更多支持政策出台 这个为献商提供了可引领直接融资增长的结构性机会 我们相信投资银行业务 场外衍生工具和公务基金业务将成为最大受益者 此外预计2023年上半年全面实施的股票发行注册制 将直接提振献商收益 而主板IPO数量有望翻倍 声展集团研究部认为 政券经纪活动将由2023年开始逐步足底反弹 这个主要是因为重新开放的乐观态度 令市场情绪有所改善 令经济和企业盈利前景转好 同时流动性亦保持宽伤 IPO和公务基金是今年值得关注的两大主要增长动力 基于不少企业正准备上市 以及有机会全面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 我们认为IPO无资仍维持过去几年的强劲势头 预计股权融资总额同比增长18% 随着市场情绪不断改善 加上股票基金的市场份额逐步恢复 混合费率亦随之提高 我们预计公务基金的资产管理规模同比增长20% 基于2022年下半年市场活动不及预期 故此我们下调了中国劝商2022年和2023年的盈利水平 但鉴于大多负面因素已被消化 以盈利势头正趋好转 我们对该行业仍保持乐观态度 非常感谢你收听声展财富管理洞察播客The Voice 我们希望本节目内容能为你带来更深入的见解 让你紧贴金融市场的动态 增加你的投资组合收益 如欲了解我们如何助你实现理财目标 欢迎联络你的客户经理 下集再会